有鐵瘦和納青 那些水開出來就好像黃泥水 其實這些應該都是鐵瘦的瘦漬 也是開出來的水喉的西格 也都見到有很多有些黑色 有些其他的雜質 甚至用攝石都可以攝到的一些鐵粉 這件事已經持續了兩個星期 那水務處最近自己都承認 應該問題就不是那些水箱的問題 而是水管老化的問題 那我相信這些華明村和瀋茂坪村 如果見到這些好像黃泥水那樣的鐵瘦水 那些水管應該是起碼三四十年的了 那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只是早期幾十年前的那些食水水管 他們水管本身和水管的內湯池 那些內部的保護層的物料 其實就是比較老化 抗侵蝕的能力都低的 那以前用的那些水管可能是用石棉水泥 或者是鑄鐵的水管來的 那甚至是會有納青或者是水泥沙漿 作為水管內部的保護層 那所以如果我們現在見到的那些出的鐵瘦水 和有些納青黑色的那些東西 又或者有些鐵粉在那裡的話 那這些應該就是八十年代以前的水管來的 那因為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中期開始 已經不再用一些鑄鐵或者石棉水泥來做水管 那而04年開始呢 水務處亦都不會用納青或者是水泥沙漿 來做那個水管的內壁 那所以如果大家現在見到的這些情況 應該就是起碼八十年代以前的水管 即是說三十多接近四十年的水管 那所以我們聽到這個消息 水務處說現在只是安裝一些的淚水網 那就隔走這些的納青或者一些雜質 其實這個是一個自標不自本的做法來的 既然問題的本身是因為那些水管的老化 那根本上就應該盡快更換了這些老化的水管 才解決到那個問題 那但是政府的做法現在是什麼呢 我們香港有很多的老化的水管 我們在2000年至2015年 政府是用了十五年時間呢 是換了三千公里的老化水管 那但是全香港有多少水管呢 全香港的水管的總長度呢 大概是八千公里的 就是八千公里裏面 我們用了十五年時間 換了三千公里的水管 那剩下就是五千公里的水管 那五千公里的水管裏面 當然新發展區那些就不是老化水管了 但是仍然有很多舊區的水管 是老化水管來的 那所以那個情況呢就是 政府現在呢是放慢了 換水管的那個步伐 就是想著用一些所謂科技的方式 就是用置管網 就在地底那裏呢 就是放一些那些sensor 就是那些檢測的儀器 那但是這個工程呢 要去到2023年呢 才鋪好了的 那在這個期間其實那些水管是會繼續爆 水管會繼續老化 那政府其實也都是指出呢 現在起碼呢 在剩下的五千公里裏面呢 有四十公里呢是極高風險的 老化了的水喉管 那這些其實呢 我不知道它有沒有包了 剛才說的華明村和受茂坪村下去 那如果未包的話 就是這四十幾公里的水管呢 是應該要立即更換的 那而政府也都說呢 是有二十六個爆喉區 爆喉區那些熱點呢 就是爆完又爆了那些水管 那是令到那些食水流失很多 那到現在呢 我們都未見到水務處 交一個更換這些爆喉熱點 和那些四十幾公里的 老化水管的時間表出來 那所以我的呼籲呢 民主黨呢 就是我們已經約了水務處呢 是要它交時間表 和這些爆喉熱點呢 那個換喉的計劃 那另外這四十公里的水管 亦都要盡快換 那我覺得呢 政府既然呢 是在2000至2015年 是有一個更換及修復水管計劃呢 這個計劃是應該要重啟的 即不單止你要重啟政改 你是要重啟更換老舊水管的計劃 不可以只是靠這個治管網來做的 因為那些水管仍然是繼續老化 那我也都是看到那些爆喉熱點呢 現在二十六個裡面呢 重災區呢 就是油尖旺區 那裡有六個爆喉熱點的 那這些也是需要盡快去處理 那我們民主黨是在約水務處 是盡快處理這個問題 那另外呢 就是如果市民是見到你家裡的食水喉 或者學校的水喉 醫院的水喉 如果令出來的食水 是啡啡黃黃的 是顏色是和正常不同的 又或者你聞下去是有些特別的氣味的 又或者在一個水喉那裡 或者在水桶那裡你裝出來的水 是有很多渣在那裡的 無論是什麼顏色的渣 是黑色的藍青 或者是綠色的銅鹽 或者是有其他的雜質呢 那你應該要 第一不要喝這些水住 第二你其實應該要通知有關單位 包括你所住的大廈的管理處 如果你住公屋 你要通知房署 那你都應該要通知水務處 然後告訴他們 懷疑家裡的食水出了問題 等他們去檢查 究竟是不是你們大廈的 或者屋苑的水箱 是洗得不乾淨 也或是出現喉管老化的問題 需要更換 但是政府的做法 就斷斷不可以說 我換了的過濾網就算了 那所以呢 必須要加快那個老舊喉管的更換 那另外呢 就是報章也都有提到 沿水事件就快三周年 那我們見到 有十一條沿水屋邨 已經陸續是換完那些室內的水喉的了 但是呢 我們是見不到水務處和房處 是很清楚交代 這十一條沿水屋邨 換完水喉之後 有沒有進行驗水的工程 而驗水的結果 也都沒有公佈 沒有向居民張貼這些驗水的結果 令到居民是很擔心 換完喉之後 那些水還能否喝得 那原水呢 就大惡 大惡在呢 他看不到它的顏色 聞不到它的氣味 所以是不知道 那些水有沒有問題 所以呢 水務處和房處 應該是 在換完這些沿水屋邨水喉之後 是做全面的食水檢測 將這些的報告 有沒有重金屬 原的成份是多少 是將它全面張貼在屋苑那裡 是等所有市民知識 但是這件事呢 我和水務處、房處 講了很多次 他們都 咦咦咦 那我不明白 為什麼他們不去做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呢 他們是有責任 是清楚交代的 那這個驗水 怎樣抽樣 驗出來的結果 應該是給市民知識 在香港 在香港 在 urban區域 我們有很長的水平 很多的水平 都很長 都要改變 而且 因為 新情況 在南部 南部 西河 也表示 那些水平 有可能 已有30年以至40年 所以在这类型的领域 我认为水域的水域需要速度的步骤 所以水域的水域不危险 所以水域的水域不会有危险 为什么会有水域的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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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水域的水域只需要水域 水域的水域不足以水域的水域 那是不足够的水域的水域 因为水域的水域或水域 可能已经被水域的水域 所以所有水域的水域 都没有水域的水域 在水域的水域 所以我认为最终的水域 都会被允许的水域 需要缺陷的水域 所以在这次财政预算案 民主党7位议员 我们都会投棄权票的 其实我们看到整个预算案里面 是關於怎樣使用那一千五百億的盈餘 財政司司長的那個所謂派錢的系統 他最初就說反對派錢 但是他又有退稅 終於是令到很多市民不滿 就覺得不是一個所謂雨露君尖 對於一些加很少稅或者沒有交稅的退休人士 家庭主婦等等是很不公平 折騰了一輪 財政司司長才加了一個所謂補救措施 所以他有兩個議案 那兩個議案就是會加碼 去補回一些用四千元畫線 如果你退不到四千元的那些去補回給你 那兩個議案我們是會投贊成票的 那兩個財政司的修訂議案 但是對整體預算案 我們見到整個過程裏面 你由一時又說不派 不派之後你又派一些 派一些之後派不得雲巡 然後你又去保留 那中間終於其實你現在見到 雖然他是接納了民主黨一些意見 我們就說你要保留 那些你派得不夠的那些 你沒有理由去幫那些有錢人 但是那些稅交很少的你不幫他 那所以他吸納了我們的意見 我們是以六千元來畫線的 那最後他是用四千元 那他是聽了我們局部的一些意見 但是整個的系統呢 我們會見到他其實都是真的需要用很多的行政的人手 很勿力去進行這個派錢的方法 並且是很慢的 可能要搞到一年或者大半年 才可以完成這個派錢的程序 那所以我們覺得都是一個很差的一個做法 那所以我們就是會投棄權票 那當然預算案裏面有一些東西我們是贊成的 那所以我們都不會投反對票 那大致是這樣 So Mike, on the party on the analysis with the political budget and the political abstain For the budget, the Democratic Party will vote abstain And we can see that in the budget the government did accept some of the proposals made by the Democratic Party but in terms of the decision of the FS to distribute money to Hong Kong people in the beginning he refused to do so but later on the distribution is unfair and we recommend the government to do some makeup to compensate on those not receiving 6,000 Hong Kong dollars but then later on the FS decided to use 4,000 as a cutting point and he is not fully adopting what we propose but accepts some of our idea so we think that we should vote abstain and I think the entire decision making process has been too slow and the distribution method will use a lot of money and human resources and the speed in distributing those money might last for close to one year I think this is very unsatisfactory so we will tend to vote abstain in this budget proposal thank you